看影片之前提醒大家热点网站有更多内容 疫情后的近两年来 那受到美国高利率 贸易疲软 还有地缘政治紧张局势的拖累 全球经济增长持续放缓 根据世界银行最新发布的全球经济展望报告 那2020年到2024年 全球经济将会创下30年来增速最慢的5年 而且可能使到四分之一的发展中经济体 变得比新冠疫情爆发之前更加穷 那以这样的形式看 2024年的全球经济走势 会不会比2023年更加糟糕呢 2024年全球经济还会面对着哪一些 可能出现不可能预测的黑天鹅和潜伏着的灰犀牛呢 2024年迈入多个大国的大选年 那全球经济又会出现什么冲击 世界银行在报告当中就指出 2024年全球经济增长预计将会连续第三年放缓 从2023年的2.6%下调到2.4% 他甚至还警告 如果不进行重大调整的话 那2020年代将会成为白白浪费机会的十年 大马诺丁汉大学经济系主任张永龙在接受八点自热报访问的时候就指出 相比起2023年 那全球尤其是美国跟中国的经济啊 会处于放缓的局面 美国必须承受去年持续加息所带来的苦果 而中国则因为出现房地产债务问题 使到中国人民消费意愿比较低迷 进而导致经济放缓 来到经济放缓的年代 那难以预测的黑天鹅危机 还有容易被忽视的灰犀牛风险 随时随刻啊都会扑面而来 其中一个最显著的灰犀牛就是 2024年被形容为全球大选年 那拉曼大学经济系教授钟志昌指出 今年呢将会有很多对世界经济 有举足轻重分量的国家举行大选 那包括世界十大经济体内的美国跟印度 他认为如果这些大国的最高领导人 比如说像总统或者总理换人来当的话 那可能会改变他们整个国家的方向 为全球经济啊带来一些不可预测的发展 那甚至可能也会对经济造成一定的冲击 迈入多个大国大选年 全球经济即将迎来新一波不可预测的挑战 北方大学经济系教授林福岩 在接受《八点岁日报》访问时指出 11月上演的美国大选 可能会是其中一个动摇全球经济的重大因素 一旦钱狂人总统特朗普出战 赢下大选 那作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的美国 可能会出现不一样的经济政策 进而左右其他国家的经济走势 当然我们希望所谓的美国 旷了克朗普 他不会再出来写 因为如果以政治经济的角度来看 当经济不好的时候 现任的总统他很难写到 所以如果反对党的克朗普出来写 他有可能会写到 那时候就会更糟糕 这个就好像发生在阿根廷的经济 阿根廷政府他换了一位 他们所谓的南美洲的克朗普 他用了一些很激进的经济政策 所以阿根廷的经济整个的就这样分会了 所以这个是其中一个大选年 这个灰犀牛 除了有大选年这个潜在危机之外 全球也会面临着许多灰犀牛 气候变迁就是其中一个 大马诺丁汉大学经济系主任张永龙 和拉曼大学经济系教授钟志强都表示 气候变迁带来的影响有多大 没有人能知道 而自然灾害什么时候会发生 也没有人能说得准 不过一旦爆发 势必会对全球经济造成重大冲击 我觉得可能灰犀牛来讲的话 一个比较常提到的就是气候变迁 因为我们知道它随时都可能发生 要说它什么时候发生 我们也说不定 可能就是比如说自然灾害 比如说地震 一个很强的地震 突然冲击比如说日本 或者是美国的话 当然这个也会造成 对经济来讲会有很大的影响 中国方面美国方面 或者是其他国家 也有可能 日本也有一些地震 所以这方面如果在2024年 发生一些更加严重的灾害 比如可能又再发生 2022年的COVID 可能又有新的病种发生 2020年之前人家估计 预测到整个世界 会因为疫情而停顿 地缘政治局势的发展 也是另一只冲击力强大的灰犀牛 比如持续了好一段时间的 俄乌战争和尾巴冲突 至今依然没有减缓的迹象 受访的经济学者都认为 如果战事持续扩散 可能会加剧全球供应链危机 让国际经济再次拉响警报 黑犀牛的话 我反而是看那个俄乌战争 因为现在已经超过 接近两个年了 还是没完没了 我们不知道 扩兰间俄罗斯加到火力 或者是乌克兰方面 扩兰得到大力的支持 不然大肆爆发 然后这个战争 可能会延伸到附近的一些国家 所以这个就会可能造成了 整个全球供应链的中断 这个也是现在已经发生 可是经过了接近两年时间慢慢调整 所以这方面可能我们要够关注 去年也发生了另外一个地缘政治 那个地缘政治 就是以色列和巴拉斯坦的冲突 当时我们还以为 2023年 美国尝试控制它 在一个很小的区域 就不让它 延续到别的地方 但是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 它开始有迹象说 它可以延续到其他地方 比如讲我们发生的红海危机 所以我们不知道它还会在波上 这些太多了了 你就可以看到整排的灰犀牛在那边排着 所以只要其中一只真的冲过来 这个2024就完了 2024年是潜伏着很多只灰犀牛的一年 那只要一头灰犀牛冲出来 那这个2024年可能就要完蛋了 有句话说 出来走江湖迟早都得还 北方大学经济系教授林福岩 在受访的时候 就以这句话来做出比喻 他说全球各国在疫情爆发之后 疯狂印了大量的钞票 而这种行为所带来的影响 是迟早有一天会显现出来的 说不定来到2024年 全球就会为打印钞票的行为 负上惨痛的代价 但就目前的情况来说 那依然是一个未知数 而刚刚提到的这些灰犀牛 黑天鹅 又会如何冲击世界两大经济体 美国跟中国呢 作为出口经济体的马来西亚 我们又会受到怎么样的波及呢 明天的经济专题报导 受访者将会分析 中美两国经济走势 如何牵动大马的命运 明天的经济